1月22日,31岁朴欣慧大婚,嫁给相恋四年的男演员崔泰俊。 婚礼现场相当温馨感动,邀请宾客包括李鸿基,南宫明,金范,柳俊烈,金雪炫,金明明,李世荣等人出席,清光熠熠。 好友李鸿基现场现场继承者们主题曲《话说,送祝福》,杜景秀和Praise唱《鬼怪LST, Beautiful,送祝福》。 音乐家李迪作为惊喜嘉宾,演奏了一首《万幸》,Blogbeat队长Dekko,是崔泰俊校时11年的好友。 他在台上宣读了一封《守卸信》,祝福两人成婚。 剧好友透露,宇治浩本来是想写一首诗歌送给他们,但后来还是决定《守卸信》。 作为朴欣慧的搭档,李明浩也晒出婚礼现场的造型自拍,发文表示,我是不是要祝福你了。 而这句话来自继承者们中,曾经惊叹用这句话表白吃恩上,我是不是喜欢上你了。 如今,李明浩在用剧中的梗祝贺朴欣慧结婚,这仪式感太强了,瞬间将人带回2013年那个夏天。 而且在李明浩晒出的情景中,朴欣慧给他的署名更是有惊叹,真的让人好感动。 婚礼上,两位新人发表婚礼诗词,都很激动,特别是朴欣慧极度哽咽。 据悉,朴欣慧和崔泰俊从2017年开始交往,2018年3月被爆出恋情,2021年12月23日宣布结婚,并公布怀孕喜讯。 祝福两位新人要永远幸福哦!